說到萬年花,就會想到花大 花大鄉書建花,說頭過花香,地香,小小,地,四,地的禮儀庫 跟這些學生小孩,實際喝茶,拼茶要注意的順序 北朝的家長說頭一次喝到小孩,請唱泡的茶都很感動 好心情平靜下來,慢慢拼上茶香 看到小孩可以真理念問,也喝到小孩泡的茶 美酒家長都很感動 第一次喝到小孩泡的茶 在家裡沒有耶,對啊,很棒啦,學校把小朋友叫得這麼棒 小朋友,他沒有泡過,第一次泡給我們,心情很愉快 學生說,看爸爸才是阿公在泡茶,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在接觸後才知道,沒那麼簡單 就第一次碰到這個,覺得非常的新鮮 就非常,一開始覺得很困難 可是久了之後就覺得其實還蠻簡單的 然後今天又可以給媽媽和阿嬤泡茶 就真的很開心 在自茶的時候 還有呢 分茶給客人的時候會很緊張 為什麼會很緊張 我會很緊張 教授你們問會是美學教友,學校跟花大廠龍花合作 龍花套過蘇建花時時,花香、茶香、燒燒、茶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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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雷魚、雷魚課程 讓小孩除了阿嬤泡茶,要還可以知道這塊土地的人告訴你 其實很多小朋友對在地的產業其實是不了解的 那不了解之下怎麼對這裡產生感情 這就是我們要推的,對在地產生這個連結的部分 所以在鄉內的各個學校部分會來推茶藝推廣 就是希望把這個茉莉花的產業文化 在地可以扎根的更深一點 教授國師的校長表示 花大廠是萬利會的故鄉 萬利會的第一是花大廠的第三 那如果拼地跟土和美學是班學的重點 第二是美學和藝術的結合 也是一種心靈的感受 大眾的新聞,張西良花大,蔡芳報道